大家好 我是Ray Ma 今天的影片跟大家來到北京 其實是我第一次來 今天的行程當然要感謝小米悉心安排 來到北京當然是參與最新的 小米CC9 Pro的發佈會延長直擊 非常誇張五鏡頭的手機 主鏡頭達到一億像素 也支援到50倍的 zoom 以及有5260mAh超大電池 支援快充以及曲面的AMOLED螢幕 外觀設計方面值得要提前後雙玻璃面板 都是Girla Glass 5的材質 雙玻璃面和金屬邊框的縫合造工都做得不錯 也用到屏下指紋解鎖 螢幕面板是用到teardrop的設計 有相機削測 而下巴相對比較窄 所以整體用起來就不覺得它會特別不平衡 也值得跟大家說 5260mAh超大電池 令機身重量到208g 9.67mm的機身厚度 很明顯它不是我用過最薄窄很輕身的感覺 但是有這麼明顯的3D曲面玻璃前後的曲面玻璃 這個厚度某程度都是在手感上偷薄 而至於剛才提到的這塊螢幕是6.47吋的雙曲面3D AMOLED螢幕 反而它的最高亮度600nits在高動態高光亮度模式下 一般應用是430nits的最高光亮度 有AMOLED螢幕當然理論上無限大的對比度 以及NTSC DCI-P3的顏色校準 反而特別值得提是在機身底側仍然保留3D AMOLED螢幕插口 但是比較可惜就是仍然未用到前面聽筒部分 是造成雙喇叭 只是依靠機身底側的單喇叭配置 但是這個單喇叭都有Hi-Res Audio認證 以及1cc超大音康設計 都期待之後再深入和大家聽聽它的音質和音量 而CC9 Pro跟機也附送30W的快速充電 而它30分鐘可以充到58%的電池 65分鐘已經可以充爆 這個速度甚至乎比華為40W的快充 Anyway 跟大家立刻看看這次小米CC9 Pro 最大的賣點5鏡頭的系統組合 108MP 1億像素的主鏡頭 用到1 over 1.33吋的大感應器 F1.69的光圈 是12032x9024的像素 非常之誇張 而這個相機在日常自動模式的時間 會用到四像素合一的技術 達到2700萬像素的相片 但是就1.6micron的大像素尺寸 而其餘的四個鏡頭包括有經典的1200萬像素 兩倍光學變焦鏡頭 也是用來專責做景深效果運損 在暫時有限的測試機會之下 都可以看到今次的景深模式運算 比想像中更加自然和準確 也明顯是看到它循序漸進 近一點的背景是少許蒙 遠一點的背景是多一點的蒙 散景淺景深效果的過度是很自然 實際影人像的效果稍後深入評測 再跟大家慢慢研究 接著有500萬像素的Telephoto lens 支援5倍光學變焦 10倍的Hybrid Zoom 以及最盡50倍的數碼變焦 支援光學防手震也有F2.0光圈 接著有20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 可以做到117度的廣角效果 F2.2光圈 最後有200萬像素的Macro lens 專門做微距的效果 可以做到2-10cm的超近距離拍攝 雖然200萬像素不是特別高的解像度 但大家都可以看到因為非常緊密 拍攝這些物件 甚至毛斗上面的毛 或者中華沙律的細節反光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而說到清晰看到當然是一億像素的模式 108MP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場景 我直接一拍了再用一億像素Crop大100% zoom的時間 是很遠距離的 上面那些假人仔都可以很清晰看到 稍後如果有國際版推出的時間 希望盡快再跟大家做深入的講解 去測試一億像素的運算 而現在都有更多的樣張 讓大家看到四個鏡頭出來的效果 大家現在看到Wide Angle Lens 然後再去留意魚生的部分 主鏡頭拍出來自動模式有四像素合一 2700萬像素 在這個低光源場景都可以看到非常鮮明的顏色 以及銳利的和找不到任何的聲音 值得要讚是即使是低光場景 也可以手動一按去2X就切換去2X的鏡頭 再按去5X就切換去5X的鏡頭 而說到銳利度 再看到5X的時間 大家看看冰塊上的反光的銳利度 或者是刺身上的油光或者水粉的反光 再看看超廣角鏡頭的Field of Fuel 再看看5X Optical Zoom的時間 它的焦段彈性很大 同時即使現在是光源複雜的室內場景都低光 仍然可以看到四個鏡頭 都是有很合理的成像效果和顏色鮮艷的 低雜訊和有銳利的效果 有關一億像素的成像效果 真的希望盡快拿到機器 和大家日光的時間去做完整測試 因為始終在日光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它的效果才是最最理想的表現 但是小米也在發布會上表示 它的5X和10X的變焦 它的表現比起其他油箱 是有一些在銳利度和細節上的優勝 主要是它在2X的時間 有一個Optical Zoom的鏡頭 再到5X的時間 又再多一個支援光學放手震的鏡頭 所以它在Zoom的時間 變焦的彈性和長期都保持有數碼變焦 它的焦段是比較多的 也營造了這部手機在ZoMark上 專享版的CC9 Pro達到121分 這個概念是跟華為的Mate 30 Pro同分 甚至乎比起Note 10 Plus 5G都要高分 是現在並列世界第一 同時也補充前置鏡頭3200萬像素 同樣兼容四像素合一的技術 以1600萬像素輸出 它的細節保留度都是誇張的 大家可以在現在看到光源充足的場景 在我的泳褲上面的細節 或者是我的襲衫上面的纖維細節 或者是我的頭髮 皮膚上面的細節都可以看到 用到旗艦級的相機配置 是超旗艦級的相機配置 但是它的售價是非常吸引 入門版只是$2799人民幣 而專享版是$3499 國際版香港會引入哪一款 售價方面安排繼續密切留意 這麼進擊的售價定價 就未用到現在最頂尖的處理器 用Snapdragon 730G的處理器 反而是低功耗的處理器 再加1080P AMOLED螢幕 以及5260mAh 超大電池 續航力預期會是這部機的另一大重點 希望稍後盡快有機會和大家實測 而另外上市 在今次CC9 Pro方面 也有白色 綠色 灰黑色的版本 發布會現場上手的時間就有限 所以暫時給大家的資訊都是這麼多 不過對於這部手機有興趣的 大家繼續記得密切留意這個頻道 即將有更多的遮蓋 那現在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請按讚和訂閱這個頻道 即將有更多的手機其他評測 希望盡快安排到今次CC9 Pro 或是國際版 香港版的發售的詳情 下次再見 5公元 近七 卡通 4公元 3公元 7公元 4公元 1公元 3公元 1公元 3公元 9公元 2公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